今天我们来看一张索尼大法的SD卡 其实这一个内存卡在上加那边是已经开过一次了 不过又被退回来了 具体什么问题对方也没有说啊 刚才我也检查了一下 上面什么都没有动 就单纯的把这一个外壳给它拆开了而已 我估计上加那边也只是拆开看了一眼 发现是黑胶的就直接退盘了 具体我们先来测量一下这个黑胶体它有没有短路 如果是黑胶短路了 那就没有继续往下维修的必要了 对了这一个卡是用来恢复资料的 并不是单纯的维修 内存卡这边第四第五只脚是它的供电引脚啊 我们直接来测量一下这一边有没有短路 好的这一个组织还有啊 看样子供电部分没有短路 闪迪跟索尼的内存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这一边会流出一排这个非线测试的点位 方便资料恢复 但是又有一个问题 它这个内存卡上面写了一个U3 U3的卡是属于高速卡 这一种卡一般都比较新 有可能会非线读出这个芯片数据以后 会出现纠错类型不支持或者解密失败的情况 我们先来大致测量一下它这些触点 确认一下哪一些是数据信号引脚 通常情况下数据线以及RB信号的引脚 对地组织是差不多的 误差一般不会超过5% 测了一圈下来 这几个应该就是它的数据信号引脚了 给我一点时间 我来给它安排一下这个针线活 飞线这一边我已经给它安排好了 虽然看起来有点乱 希望上机读取的时候不会爆炸 芯片ID这一边已经识别出来了 是一个凯霞的BIS3颗粒 证明这一个飞线是没有问题的 读完以后看了一下 虽然这个512页结构的可以把这一张卡给它轻松滤掉 不过这一个解密以及纠错方式肯定是不对的 只有这前面一点点能看到几个FAT16的分区表 后面呢就都找不到了 然后我又按照这个卡后面的点位形状找了一下官网 咱们直接来看一下官方的解释 无法恢复啊 这一个卡使用的是LDPC ECC纠错 之前我还抱着侥幸的心理 希望它是BCH纠错的 没想到这又是白忙活一场 继续来看下一个SSD固态移动硬盘 机主说这一块硬盘是在电脑里面点了一下修复 修复完成以后就彻底坏掉了 在这里我想提醒一下大家 弹出这种类似修复的千万不要马上去点 提示修复一般都是代表硬盘的MFT 也就是分区表可能出错或者损坏了 直接点下去轻则丢数据 重则就会不认盘了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当系统弹出要求修复的时候 最好还是先到分区里面看一下能不能识别 如果可以识别的话 先把重要的数据备份一下 备份完以后再怎么修复都可以 虽然大多数时候 这一个修复没啥用就对了 硬盘我刚才也上机看了一下 它确实是无法识别 那只能按照吊盘的方式给它做一下处理了 应该是从这里开始拆解的 我们先把这里撕开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螺丝 好的 螺丝在接口这里 跟三星T7是一样的 拆出来以后还是有点令我大吃一惊的 这一个做工可以说是非常的简洁 后面这里是空的 上面一共有12344个芯片 8个颗粒焊盘 最烧的是 这一个主控用的居然是会用的SM3280 严格意义上来讲 这个就是做成固态移动硬盘大小的U盘 因为3280的定位 本身就是高速U盘主控方案 我手上恰好有一款 一模一样的U盘主控版 这一个用的也是会用的3280P 完全可以做成U盘大小的 这一个做法就非常的不环保了 但是对比隔壁移动硬盘盒里面 直接塞了两张TF卡的来说 这个简直就是良心之作好吗 我本来以为里面至少有一个M SATA固态 或者是242长度的固态 配上一个硬盘盒的 没想到这一次又刷新了我的认知底线 那它会不会是芯片虚焊导致的呢 我们可以短接一下 这一个主控去检查一下 随便找几根数据线 把它短接上就可以了 果然虚焊是不可能虚焊的 这里一共有四个颗粒ID 全部都识别出来了 既然这一个是U盘的主控 那接下来就按U盘的流程来走了 咱们直接把这两个芯片 给它录下来读取 先做一下标记 我突然在想 如果我把这八个焊盘全部给它贴满 是不是就有1T的版本了 然后根据刚才识别到的这一个芯片ID 来找一下参数 2CC41832 这个ID 这里应该是两个C的 好的 ID可以识别出来 我们直接来读取 芯片读完以后 我随便拼装了一下 偶尔有些红点 还算凑合吧 有红点是正常的 不然就不叫坏盘了 我们打开这个镜像 这个镜像我已经保存下来了 然后搜索一下 这个分区 好的 分区出来了 这个我就不打开看了 文件应该是没啥问题的 有问题也是小问题 话刚说完 最离谱的事情就来了 有一名网友刚刚做完资料恢复 就给我送来了这一块拷贝盘 用来装之前恢复出来的资料啊 这个应该就是某电商平台 那一个29块9包油的 爆款一T固态移动硬盘了 外面什么都没有写 确实没有写啊 这个质量可以说是非常轻 我也不知道用了什么超合金材料 还不如我这一块拆掉主板的外壳中就对了 这个一看就一眼假了 我们上级检查一下吧 这个盘就厉害了 上面直接显示空间可用的是976G 以往我看到的一盘这种一T的盘 最多就931或者是952的 我们打开这个检测工具 来看一下这一个主控 这个主控用的是新邦的CBM2199S 可以肯定的是 这个盘肯定是扩容的 散存芯片信息他没有给出来啊 这个外壳我就不拆了 因为里面是灌满胶水的 不过我大概也能拆到 里面可能就是一两张TF卡 上面还有一个一T的容量 那么我们来测一下 它的真实容量到底有多少 打开URW test 然后给它写一个全盘 一圈就可以了 这个速度你敢相信吗 10兆都没有 测试这边我已经给它做完了 大家猜一下 这一个盘的真实芯片容量 它到底有多少 真实芯片容量 应该就8G啊 因为这一个盘 刚好就写到9G多的时候 就掉盘了 而且在校验的时候 它是独一段 就红一段的 我估计 这一个盘应该把原厂的坏块 都一起给开出来了 写抄了 肯定会丢数据的 想都不用想 好了 点到为止 这一个盘的成本 我保守估计 不会超过10块钱的 这里还附带了一些小卡片 我们拿出来阅读一下 这个是教你如何使用 上面还给出了注意事项 未按以上要求格式化 会导致硬盘损坏 不支持分区 分区也会导致硬盘不能使用 我还是头一次听见 硬盘不能分区的 传输数据要先复制 再粘贴过去 是粘贴吧大哥 最后一句就有内涵了 我就不念了 然后我还是希望 大家不要去摊这种小便宜 现在就算是二手一踢的 固态硬盘 正常一点的 某二手平台上都要200多 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 切勿摊小便宜就对了 优优独播放 好